有一辆义饮车凌晨一点半左右 行经苗栗三亿箱线到一四岭线时 不明原因自装中央分隔岛 造成耗制灯以及路灯的毁损 幸好驾驶并没有大碍 另外在云林台61线下方的一处寒洞 则是由小货车跟自小客车发生了擦撞 由于撞击到油箱的关系 导致两车瞬间起火 火势相当的猛烈 驾驶急忙逃生 很爱爱化学 化学怕梦 小货车起火 整辆车几乎就咬烧光 另外银色自小客货车 车头也起火 浓烟密布 货车不断窜烧 就怕被波及 路过车辆纷纷闪避 哇 严重哦 这在倒下车都没跌 我也没拿到 民众目击第一时间层 企图拿灭火器救火 但火势猛烈根本救不了 要让他一极不够来 没有火转了 有时候我发弹一困难而已 担心发生爆炸 只好赶紧打电话通知消防队 这期意外是发生在1号傍晚5点多 地点就在麦寮乡 轮后村153甲县和尊寮路口 也就是台61线下方的一处寒洞 蓝辆车疑似为注意减速 及停让发生擦撞 由于撞击到油箱导致起火 双方驾驶皆为受伤 自行脱困 没有饮酒 同样也是车会意外 这是在苗栗 一辆义饮车 2号凌晨1点半左右 行经3亿乡140线 离于农会办事处前 不明原因发生自撞 造成红绿灯以及路灯回损 25岁的无限驾驶 幸好没有大碍 详细的车货原因 还要进一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